欢迎回到CKK安东 好久好久好久不见 我是刚刚考完了我这个美国的司法考试 我已经法学院毕业了 天哪大家真的是从看着我从上法学院到法学院毕业 然后我顺利毕业了 然后现在这个司考已经考完了 希望可以过 然后如你们所见 现在我已经在纽约的新家了 我从宿舍搬了出来 我大概是9月上旬的时候搬的 就是一边准备考试一边搬家 真的是非常的崩溃 但是这个新房子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超级喜欢这个地方 这个房子窗户特别大 然后采光巨好无比 每天的窗外都是一幅画 真的是就是幸福的 就是那种心里就是浮啊浮啊 就很柔软的那种感觉 特别开心 然后今天呢给大家做一期视频 和大家一起领着你们一起来改造我这么一个小家 其实我这个人呢 我最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不是一个 我本来不是一个特别爱干净整洁的人 干净还好 整洁真的很一般 主要是就像真姐啊 馒头他们就是 他们家的收拾真的是一尘不染 然后就井井有条 就是特别特别棒 但是我的话就很惭愧 主要是 为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后来搬了这次家之后 我觉得有可能 一部分是因为 就我之前那个宿舍 我本身其实也不是很喜欢 就是朝向啊 然后窗户啊 采光也很一般 然后空间不大 但是我们宿舍还自带一些家具 就有一个很迷的沙发 就 可能就因为本来也不是很喜欢那个空间 除此之外 我觉得留学生应该都会有类似的感悟 就是 你总觉得你是飘在外面 就是你居无定所 然后因为你居无定所 你就 当你看到喜欢的比如书啊 或者是装饰品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买 因为你知道我就要搬家 买以后很麻烦 所以 就感觉 就感觉你的生活只能过60%到80% 就是你不能 如你所愿的 过100%的生活 明白吗 所以 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可能这样的心 你们能听到吗 我家住 巨高无比 就是40楼以上的高度 我能听到 外面的这个 这是什么车 我也不知道 某种报警 纽约真是很牛逼了 所以我觉得 之前不爱整洁的一个借口 也可能是因为 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空间 没有归属感 总觉得自己是个过客 然后就过客的话 怎么样都好 就无所谓 然后从搬了这个家之后 我给你们讲 我现在可骄傲了 就是天天打扫卫生 就是闲着没事 气沉气是我最好的伙伴 然后沾毛气 就是抹布 就是 对 反正从搬了这个家之后 真的是 没想到我会这么喜欢他 就是 可能 因为一直都是在宿舍 搬宿舍 搬宿舍 然后当然我国内的家 但国内的家 其实主要是父母主比的 虽然我也有很多参与了 尤其是我自己的房间 但是 这是我第一次 人生中第一次 就是选一个自己想住的地方 然后 哦 顺便一说 我那个美国工作的签拿到了 这个 也算是 某种意义上 沾了新冠的光吧 就第一轮抽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抽中 然后后来是 今年破天荒的 就是据说是 印度有很多人抽中 然后来不了 还是怎么样 所以就多加了一次 然后我是补中的 所以 有了签证之后 可能会在美国 就相当要待一段时间了 所以 终于这么 有一种 着地 有一种 就是 这个长根的那种感觉 叫扎根 对 扎根的感觉 对 就搬了这个新家之后 特别喜欢 所以 因为窗外的景色太美了 所以我希望 我也能够生活在一个 美好的环境里面 而且最近主要是 大家都隔离 然后我下个周开始上班 也是远程工作 所以 就是家的舒适和美貌 就格外的重要 因为你真的是一天 绝大部分时间 都在家里 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想和大家一起 第一是介绍一下 我的新家这个新环境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目前改造出来的成果 以及我下一步想要改的方向 以及最后下意见 因为我其实还有景区域 不太没想好要干嘛 所以也希望能看到大家 给我一点这个新的启发 然后我整个家的风格呢 我觉得 有点工业和自然的结合 我最近学了一个新词 叫brutalism 是某种艺术 是个建筑流派 然后 它的这种建筑呢 就是说 会把原材料暴露出来 就比如说 砖的墙啊 水泥啊 然后钢筋啊 然后木头啊 就这种不加装饰原材料的这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我家其实有一点 因为 不管是桌子也好 床 然后椅子 就大部分都是那种 带一点木头 这种自然结构 然后带一点黑色的铁 这种金属 这种金属加梦头 这种感觉吧 这种 哎呀 我真的不是很知道 应该怎么描述 就首先我不太喜欢那种 太像酒店 然后或者是太像宫殿 就是那种过于 对吧 就装饰太过繁复 因为我空间其实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想要保持一种 叫airly 就是那种空间 空气感 空间感 那种很明朗的感觉 透明感 对对对 然后除此之外 加一些装饰的元素 大概是想要走这样的风格 我最近做的两件事情呢 第一个是把我的床头柜拼出来了 然后这个是宜家的一个小柜子 完全不推荐 哦 就是抽屉巨难拉 无比 就据说这柜子之前的版本 是那种铁的 就是那种抽拉的地方 现在换成塑料的了 巨难抽无比 我就天哪 不是我装好 我想退了它 这柜子其实我本来是想要放在床边上 就是在这个通往衣柜的走道这个地方的 后来觉得走道其实本来也比较窄 然后抽屉再拉出来的话 其实很占的地方 而且我家 其实不是特别需要更多储物空间 所以本来想把这个柜子退了的 但是后来 是这样 我本来定了一个床 后来床被无良商人坑了 结果就到不了 所以我又后来又临时又买了另外一个 然后这个床 比之前想象的要高很多 因为我本来床垫买的就非常高 结果这个床也很高 整个床就是飞在云端 这个床比我现在破完之后比我桌子还高 就是大概都得有这么高的床 因为床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我转念一想 这个柜子可以用来当床头柜 因为普通的床头柜恐怕没有这么高 所以干脆用个柜子还可以就是放一点 这个常用的东西还挺方便的 然后这个柜子我是做了一个木头的染色 因为宜家的那种木色的这种小柜子 就是非常的苍白 就没有任何颜色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浅 就其实我后面这个衣柜 书架就是这样的颜色 然后其实也还行 但是因为我的床头板比它稍微要深一点点 所以我就在想要不要能够染一个和床头板类似的颜色 我觉得会比较好 因为我也是看家装视频啊教程啊 说就是木头的颜色不要分的太多 就不要深深浅浅各种各样都有 尽量统一 所以就是其实也完全不难 就是拿一个就这么一罐子的这种木头染料嘛 然后你拿一个那个抹布一样的那种布去沾 沾完之后擦上去就可以了 我一开始试了一下用那个用笔刷 然后后来发现我觉得笔刷沾的颜料太多 就会渗得非常深 然后然后这个颜色变深了之后有点发红 这很奇怪所以我觉得拿布就是轻轻的擦一层 这个颜色是最完美的 除此之外呢当然我也是换了这个抽屉的把手 换的这个东西它其实好像是铁道上面什么东西弄下来的东西 就是我也不是铁道迷我也不是很懂 反正就是铁道上面的某一个东西 铁轨上可能是某一个东西拿下来 然后做的就是这种回收利用嘛 然后我觉得每一个长得都不太一样 然后这种升铁的感觉我觉得 首先很符合我家的风格是吧 木头加铁 然后其次这种带一点古董感 带一点vintage和那种手作的感觉 我还蛮喜欢的 这个柜子我觉得好看是挺好看的 但是真的很不好拉 而且其实抽屉很浅 就储物空间也真的很一般 这个柜子完全不推荐 如果你最近要搬家或买家去的话 千万不要买这个柜子 千万不要买这个柜子 再之后就是昨天刚刚装好的我的书架 就其实本来是说考完之后 一个外地的朋友可能过来来找我玩 所以这样我俩可以一起把这个柜子装起来 但是最后他没有来成 然后我就很心急的就干脆自己装一下算了 其实完全没问题 就我作为一个身高还可以 但是真的非常没有力量 就是我掰手腕没有赢过任何人 没有 我留学的时候和一个就巨小只 无比一米无几的日本姑娘 掰手腕她赢了 就是我这辈子没有赢过任何人 没有什么力量 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 就单身姑娘一个人没有问题 因为它立起来的时候 我就担心就是把它拉起来 那一下会很沉嘛 但其实你拉起来的时候 它中间这些挡板都不在 你是先把那个矿拉起来 所以其实重量就还好 对就是那个整个包裹本身很沉 但你把它拆成片之后 我觉得就还可以 但其实我之前想了一下 这个衣架要 老实说衣架为什么呢 其实我本来有考虑过 这个书架要不要像这个小柜子一样 也染一个色 后来 我觉得这个小柜子 主要是为了要match 要配合这个床头嘛 而且因为它俩非常近 如果不一样的话很明显 而这个书架 其实旁边没有什么 特别需要match的东西 然后主要是太大了 我觉得吐起来好麻烦 而且味很重 就是我都是早上吐完之后 赶紧跑出门 就是在外面待一天 晚上回来之后 味道还切 因为我没有阳台 对吧 所以我觉得涂起来太麻烦 然后除此之外 我觉得这个颜色也还可以 所以我就先这样吧 如果需要改的话 我可以 比如说一天涂一小块 一天涂一小块 慢慢再把它给改掉 然后我在想的 我在想 大家告诉我你们的想法 我在思考 就是要不要把 最上面那一格的背景 涂成白色 然后我还买了那种 可以贴 然后也可以接下来的那种墙纸 一次性墙纸 我在想要不要把这个书柜的最下面这一层的里面 弄成一个深的颜色 因为我觉得如果把最上面的那个底色 涂成白色的话 会给人一种 因为墙是白的嘛 会给人一种 就仿佛是一个空的那种 就是没有挡板那种空的一架 书架的感觉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变深 然后其实我现在的装饰 也是大概有追寻这个规则 就是把下面就是体积感重的颜色啊什么的 就往下放 然后我在想要不要搞一下 我可能先这样放一阵子嘛 因为好不容易已经装好了 就先这样看一下 然后等其他的都再搞一搞之后 思考一下要不要改颜色 其实我本来还想涂一个就是 就是斜着下来这么一个 渐变 不是渐变 就是一个几何色块拼贴 但是也没有想好怎么搞 然后我家的布局呢 是我这个旁边有一个非常尴尬的 这么一个空调 应该是中央空调的这么一个 就是一个长方块 对 然后其实沙发这个事情 因为我太久没有坐舒服的沙发了 因为在宿舍住了很久 所以我其实都已经不太记得 就是舒服的沙发给人一种怎样的余光 不快的感觉了 我自己家里 中国家里的沙发太漂亮了 然后我妈妈也很宝贝它 然后第一坐上去并不是特别舒服 第二因为它那个花非常好看 然后我就是不想弄脏 所以就平时其实也不太做 然后我是前段时间去费城朋友家里面 然后在他家住了一个星期 然后哇 那个沙发真的是太舒服了 就在沙发上面坐着看个书 是吧 然后画个画 然后觉得啊 人生太美好了 所以就这次搬家 就我觉得一定要买一个沙发 然后我本来呢是想把沙发放在这个角 就是在这个过了空调的这个尴尬的方块之后 放在这个角的角落里面 其实我房间的整个布局都是为了窗户 我的一切都是为了窗户来进行的 因为这个地方 因为那边是河 所以就是整个房间的这一边 这半边是视野最好的 所以我希望这种舒适的坐的地方能够在这边这样 坐着看书的时候 哇一抬头一看窗外就是啊 窗外的门景 然后书中有书中自有言如欲 就这种啊 非常好 所以 所以本来想搞一个小的沙发放在这个角落里面 然后就那种可以抽出一个单人床 就像行军床那种非常窄的小床 这样朋友来的话也可以让他住在这个 也可以让他睡沙发对吧 然后后来 在West Elm看到了蛮合适的 而且这个沙发还可以定制颜色 有非常好看的颜色 然后一度也很 也很这个 心动 但是 然后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甚至不是钱 问题是最近 因为这个病毒影响美国的各个家居 就是送货都 巨漫无比 然后这个沙发 如果你要定做布料的话 就就是哇 就11月 你就等11月底吧 我想天哪 你花这么多钱买一个沙发 11月底到 在那中间 我还得买 我还得买一个临时的椅子还是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太愚蠢了 这钱的时间价值是吗 我觉得不行 所以最后就没有买 然后后来看了半天 就是所有能够尽快送到的沙发 都是大的 所以后来我就改变了 我整个家的这个购局 我就想要把一个大沙发放在这里 然后中间等于是流出这么一小六来 然后做一个就是吃饭的地方 其实我后来觉得这个主意真的是太天才了 虽然我自己这么说 有点不好意思 但真的是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因为在这个地方吃饭 就不管是早上 还是就是下午 或者是夕阳 或者是晚上 就真的是五星级酒店的那种景色 你知道吗 你坐在这里吃饭 真的是幸福感超级棒 而且这样朋友来了的话 就我家其实 诶 等会儿 对啊 我之前宿舍也是没有餐桌 就是我一直都是坐在自己的这个客桌 就是书桌上吃饭 一边看见到是吧 一边吃饭 然后就很长时间没有在正儿八经的餐桌上吃饭了 我觉得还是因为空间也还好 所以我觉得可以留一个这样的空间 主要是后来我想朋友来的话 我俩不能都怼在我桌上面吃饭吧 然后也不能坐地上吧 然后坐沙发上的话 第一会弄脏沙发 其次是我家的沙发和电视之间空间非常小 所以我觉得放不了沙发桌 所以最后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是万全 我觉得非常的棒 你们夸一下我啊 然后我的电视柜基本上也是类似的情况 我跟你们讲就是家居最难的一点 最难的一点是什么 是你没法一口气 就是你需要耐心 你得等大件到了 把大件装起来 放到位置上 然后再配合大件去选别的东西 就是你得一件一件的等 真的是 而且现在就是因为受病毒影响 就送货送得非常慢 然后一家的话 美国的一家简直就烂到爆炸 就是我订了东西 首先给我的桌子少两条腿 少两个桌子腿 然后我订的灯也没有到 打电话打不通 发邮件也没人回 就装死 然后床就是我刚才也说了 因为被这无良家具店 就叫这个牌子 你们一块千万不要去 你们如果有Google账号的话 给他们留一个差评 气死我了 骗我 然后 本来买的床 其实是一个很 就稍微有点偏大 然后是一个 就整个感觉很bucky 就是那种 很重很方块的这么一个大床 所以 因为床的体积会很大 所以我家家具都尽量选择这种空的 就是电视棍 我不想要的那种 就怼在地上 而且是像一个柜子一样 实心的 这么一个方块 我希望有一个有这种 希望有一个这种通透的感觉 就是让它的空间 就是能够呼吸 对吧 不然的话 就块块块块 觉得很重 很压 然后后来我的床 因为它坑了我 所以我又换了一个床 我现在这个床 其实没有那么 大的体积感 但是 就是已经买了 怎么办呢 现在的样子 其实我还蛮喜欢 其实电视柜刚到的时候 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我觉得 这个木头的颜色 特别灰 对 就是我喜欢那种 带点自然活力的 木头的颜色 哪怕是宜家这种 你染一染 就稍微带一点那种 黄色 或者是那种 就暖色调的木头 会比较喜欢 它这个木头 虽然很漂亮 这种 你也做旧的这种 这种质感很好看 但它是个灰色 它是一个冷色 然后没有生机的灰色 所以我本来 装好了那一瞬间 我真的是觉得 就不是很好看 然后后来呢 后来我怎么改的呢 我是加了一些 这种藤边的 这种储物的小框 然后这个框本身 属于比较浅的木色 然后因为它这种编织嘛 增加很多那种 自然的质感 我觉得最后 戴上藤边的这个框之后 效果还可以 对 然后可能之后 可能想在这三个框里面 选一个 然后上面可能 涂一个白色的半圆 就是搞一点设计 但是我也没有想好 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要等地毯 就是 so it's a waiting game 然后地毯 我是一开始 因为在Mason上打折 然后就买了这个 60刀也不算很贵 然后买到之后 其实颜色我还蛮喜欢 但是有点小 对 然后后来才知道 是吧 这个地毯 就是如果是在这种沙发 和电视柜中间的话 最好是两边 家具的前腿 压在地毯 压在地毯上面 而不是说中间 就是 就是悬浮一块地毯 就是这样会显得 空间更小 所以 我最近也是在 Western我们下单 买了一个白的 然后一个 能够让两个前腿 都趴上去的 这么一个白的地毯 但是要等它送货过来啊 最后的最后呢 我觉得视频 应该已经半个小时长了 就是我需要问一下你们 第一 是我家哪里 可以放个全身镜 其实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中国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的 家乡文化里面 就是在不在意这一点 反正我们老家 就是 就是镜子不能朝床 就是 是吧 床在这的话 你就整个 横竖都是不能朝床 因为 可能有迷信成分在 然后另外也就是说 你如果晚上 就是起来的时候 镜子里面看到人影 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或者你睡觉的时候 觉得对这个镜子 就是养成的习惯 所以我个人也是不想让镜子对床 但是呢 我家的空间 你所见并没有那么大 所以这个床正好在中间 它占了非常多的区域 就是我给你们画了平面图 如果 床在这里 把这些区域都去掉的话 这个可以选的区域就非常的少了 所以 然后又说镜子 应该这种落地的这种大镜子 应该放在一个 就是景色值得被反射出来的地方 对吧 然后才能增加光线 然后增加空间感 所以我在想要不要把它放在电视柜 就是放在这个角落里面 因为这个角我也没有想好干嘛 我也想要放个大镜子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 如果这里放个镜子的话 就是这个书柜已经很高了 如果那边再很高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太重了 我也不知道 大家给我提个意见 然后除此之外 就是这个角落可以干嘛 也请告诉我一下 就是没有想好怎么办 一方面要等一个灯过来 然后落地那种灯 然后一方面还要等地毯 但是 我没想好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是 也是站在视频里面看到 就是一个 把那种大的画框 然后里面放上画之后 就放在地上 但是 我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就是没想好 就各种各样的风格 各种各样的idea 在头里面旋转跳跃 但是 没想好要干什么 其实我有点想把 这个大的植物 这盆天堂鸟 放到里面去 因为就它的叶子 感觉很有体积感 很有装饰感 但是 但这一盆 就是它这种植物 喜欢光线 而我全家光线 最好的点 就是那个点 所以我不愿意说 为了审美 就它其实在里面也能活 但是人家喜欢光线 还是不给人家光线呢 所以我觉得 对吧 其实审美上来讲 我希望能够在这儿 放一个 这种树 就放一个类似 更像树 有这么一个枝干上去 然后叶子展开的 这么一个 然后把这个放在里面 因为书架装饰感 已经很繁重了 所以我觉得不太需要 这么大的这种装饰的感觉 但是 但是其实 但是那个树的习性 是不喜欢直射光线 而这个孩子 他又喜欢光线 我就觉得 就审美上应该是这样 但是习性上应该是这样 然后我就 哎 行吧 我也不能 对 我家所有的植物 都是真的植物 因为 我不喜欢仿真的植物 其实我后来仔细想想 我不喜欢仿真的任何东西 就是 当然 这个视频里面 这个观众里面 肯定会有这个娃娘 是吧 这个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 但是我个人 其实连SD娃娃都有点 就是娃娃 就SD娃娃的这个 五官已经 不那么像人了 所以还可以 但是我记得有一次 我去三番朋友家 帮他的娃娃 和他一起换衣服 就是在碰娃娃的时候 就我不喜欢仿真的东西 我甚至不喜欢 那种仿真的食物 就是我中学的时候 流行过 现在可能也有 就是那种 是吧 就是一个饼干啊 或者是曲奇什么的 然后 就是不喜欢仿真的东西 所以 都是真的植物 正在努力地学会 照料它们 这四盆小的 都是长大之后 会捶下来的那种 对 然后 可以考虑挂一个在天上 然后再怎么搞一下 对 这就是我目前的 这个改造计划 然后 如果有新的进展的话 会和你们一起分享的 然后请大家也在这个 留言在目里面 多提意见 然后多给我一些脑洞 对吧 我觉得 最近很喜欢在 YouTube上面看一些 家装播主的这种视频 因为有些时候 你并不一定要 学他们去这么做 就包括 我疯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审美 其实真的很成问题 他每一次改造 其实都不是很好看 但是 你看他 做的过程 你会有很多 新的灵感和启发 对吧 你最后 你去避免他的错误就是了 对吧 我觉得都是很有很有好处的 所以大家这个 拜托你们 集思广益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一期内容的 以上就是这一期 内容的全部视频 以上就是这一期 视频的全部内容 然后 其实我还有很多想聊 但是 我觉得已经太长了 那么 我先抱你们走吧 然后 希望下一次 看到你的时候 我的家 也会有新的变化 好的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就是非常感谢大家 是吧 而且我搁着你们这么多个月之后 你们还来看我的视频 真的 谢谢你们 然后 吃完 这个 好好生活